Hello 大家好 我們是香港恆生大學義工隊的籌委會成員 我是Amanda 我是Bonnie Bonnie 你做了恆二的籌委都一年了 不如跟大家介紹一下 恆二的學生籌委會是什麼呢 好呀 香港恆生大學義工隊就簡稱恆二 是在2013年成立 除了為同學提供社區服務的機會之外 還提供了有關服務技能的培訓 我們是透過與各非牟利機構合作 去增強學生的社會意識和責任感 為了增加以學生為主導的服務項目 恆二在2016至2017學年正式改為學生籌委會 現在學生籌委會會由十多名學生組成 是以籌辦者的身份去組織各項義工服務 給全校同學參加 對了Amanda 現在受疫情影響了 我們都要保持社交距離 那就沒有機會做義工 當然不是啦 留在家裡也可以做義工 在3月份以來 恆二就和北區青少年中學服務中心 一起製作了中文和數學科的教學影片 在一次的逆義工活動中 一共有超過100位同學參加 Bonnie 你喜歡不喜歡養小狗 喜歡呀 那些小狗真的很可愛 不過香港棄養動物的問題嚴重 在最近幾年 恆二和舊狗之家合辦了一個活動 叫做小毛鞋聯盟 我們借助這次的服務去宣揚愛護 和善待動物的信息 這次的活動令同學可以從中接觸 和了解更多關於動物義工和流浪犬的資訊 從而引起同學的關注 除此之外 在農曆新年假期過後 恆二都在學校發起了送暖行動 為深水保社區組織協會籌款 而且都為通州街公園和附近 去探訪老宿者 為他們送上一些小禮物 除了剛剛介紹過的義工活動之外 恆二也舉辦過同享知識世界 未來技能博覽企清協令就學院開放日 落在其中關外長者活動 和輪社團聯盟等等的義工活動 Bonnie 想成為籌位要具備什麼條件 我們歡迎具備不同技能和性格的同學參加 但性格三心兩意會是一個優勢 三心是指細心、責任心和愛心 兩意是指誠意和意義 籌位要負責與校外機構聯絡、合辦活動、 招募活動義工、擺booth 和宣傳做義工的好處等等 所以具備三心兩意的性格是很合適的 Amanda 這樣成為籌位成員有什麼得益的? 成為籌位成員可以增加服務經驗、 提升和人溝通的技巧、 擴闊紙的社交圈子 還可以獲得活動時數 CS hours或IGPS 聽完我們的介紹後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興趣 都加入我們行義籌委會呢? 除了可以參加更多義工服務之外 也可以做攪手籌備義工活動 還可以認識一班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真是一舉三得 想有一個充實和更有意義的大學生活的你 就快點加入我們行義籌委會吧! 我們正在等待你的參與 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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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